同款法具线好吗 大家好 大家好 今天穿点啥呢 因为我的衣服已经换好了 今天是一个黑色系的新中式女孩穿搭 我今天要穿的风格是那种走路带风 人上半身可以暗 但下半身要亮的 而且这个裤子要飘起来的 我拿到的是这种类型的裤子 是不是看起来很像碎裤 不 人家是一个这种褶皱类型的裤子 我觉得这种激励感是我当时就想说 我要搭在这个身上上面的感觉 脚在前面走 但是裤子在后面的这种感觉 我虽然总是跟大家说 哎呀 多穿亮色 早穿黑色 然后我早上就在想 那如果这么黑 那咱就肯定只能搭绿色 黑加红特别暗 黑加绿就不会 其实我觉得这个感觉还是少了一点点 就是我得要有多一条会更好看一点 两个特别纠结的 我好像跟大家形容一下 又想要颜色呼应 又想要风格统一 那咱还是走这种比较小细节一点的 就是这一种 然后它就是小巧一点 但如果我带比较小的耳环的话 我大概率就是得把我的头发扎起来 确实这个会更到位一点 不变成长链子的话 其实我觉得大声有点空 还是喜欢这样子的感觉 大家是不是对我扎头发都还比较习惯了 我觉得 头发有点多 所以我每次都得从我的最底下这一层开始夹 大家是不是觉得我发扎线特别齐 咱们潮汕人又会觉得说 门前不能有杂草 结果一休 招出来了 我们家外婆通款发扎线 等一下她来的时候 跟大家分享一下 咱们把后面这样推一推 内内内内 你怎么那么好看呀 好看啊 好看啊 内内我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这样好 同款发扎线 好吗 好热啊 内内 轻点 内内内 你要这样 轻轻的 好 那转个身 大家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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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很漂亮 可好看了 我84的时候我要跟她一样 应该差不多了 然后我再带一个续品 因为我买了一个戒指 我打算做一个迭代 刚买的两个戒指 我觉得特别好看 然后就跟她搭在一起 进入到咱们选手表的一个环节 咱今天带 这一个 然后就大概这样 到了一个全包的环节 其实我今天的这个包包上面 我是有点小纠结了 但最后我还是想选她 就不管她有多和谐 但我还是想选她 为什么呢 为了我想选她的这个心情 咱就拿上我们的道具 其实这个道具可有可无啦 我只是在拍照的时候 营造我想要的那种意境 住另外的酒家 传来便关外的声声 恼呢 天地的爱 还能有我祈祷 千光与山 何不为我迁求 世间之端 请满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